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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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nne 歡迎來到安妮周末中國行 我們要去蘭州啦 巴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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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到蘭州啦 但是呢我们现在呢 要继续一个交通工具 坐高铁 因为兰州的机场非常非常远 我搜了一下 大概是要75分钟 兰州的小伙伴就给我出了一个招 叫我过来坐一个成绩高铁 比较便宜 然后速度也会比较快 OK 赶紧出发啦 拜拜 这位大哥在拍room tour 我在这里面 可以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一席之地 非常的棒 我真的是一直想来兰州 一直想来兰州 源于我朋友的朋友的一个故事 他的朋友因为太想吃兰州拉面 所以在第二天一早就买了 最早的早班机 飞到兰州来吃拉面 然后又飞回去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 兰州拉面到底有多好吃 跟我家楼下大年三十 还开的那家兰州拉面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他就在我心中 埋下了一颗好奇的种子 不过当然 这当中也包括了我自己的经历 在去重庆之前 我也是对重庆小面抱有一丝不屑 但是当我踏上重庆的土地 吃了第一口弯杂面的时候 我真的是想当场双膝跪地 给小面道一个歉 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希望这次也可以有这样美好的经历 兰州拉面呢 我打算明天吃一天 所以今天就不吃拉面 我们要打算去夜市看一下 游客去的比较多的就是 镇宁路夜市 本地人去的比较多的 好像是叫南关夜市 因为离的都不远 所以就打算都去看看啦 出发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宁幕夜市唯一吃的一样东西 就是 奶茶跟我的脸一样大悲 放哈奶茶 这个是所有的小伙伴 所有的同小伙伴 给我发工论都有推荐的这个奶茶店 又是我们大西北的茶烟月色吗 甜胚子奶茶 我喜欢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唠召也没有很甜 甜胚子其实就是唠召 我最爱的唠召 又是我最爱的奶茶 这样子结合我还蛮喜欢 镇宁路夜市它该也就这个样子 确实同质化比较严重 然后我们现在要转站去 南关夜市 去那边吃一个特色的东西 哇塞 哎 这个味道真的是 我们在贵阳刚吃的这种烙锅 来兰州又有缘相见了 哇 它这个味道要浓很多 自然还有辣条的味道 哇 这味道有点让我想起 中味的这个炒辣条 我说大家怎么取的名字都这样的相似呢 炒菠辣它其实是羊杂 会有什么羊肺羊肝啊 羊肚啊 之类的东西 然后再包一个这个面皮 吃一下 烤面每天那么好吃 碳水是我快乐 哦不对我还买了点东西 不好意思 我买了一个烤羊肉跟一个烤饼 因为实在太想吃烤羊肉了 他们说最震动的吃法是把羊肉夹在烤饼里吃 跟你讲西北的羊肉就是绝了 我的天哪 这羊太香了 给我瞧一下 尝一瞧 太香了 超好吃的 碳水加肉的这个组合简直辣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就是围坐在一个暖炉旁边 那种感觉气氛还蛮好 是不是 非常适合这种兰州 昼夜温差很大的地方 晚上吃夜宵 明天才是我们的重头戏 要吃一整天的兰州拉面 就不跟你们说了哈 赶紧回家养精蓄锐 接受明天的碳水挑战 早到对焦失灵 6点18分 这已经是我早起的一个极限了好吗 朋友们欢迎来到安妮牛肉面大奖赛 这是继螺蛳粉之后 我们举办的第二届美食评选大赛 据说你在兰州呢 你不能说兰州拉面 你要说兰州牛肉面 但是我有个疑问哈 这个面条呢 是我的认知里面哈 为数不多现场拉扯的这种面条 可能是我没见过其他的吧 除了这个海角以外 引人深思 据说兰州牛肉面呢 它的头锅汤是最鲜美的 赶紧出发吧哈 不知道还能不能改的到 走 我们牛肉面大奖赛的第一站 据说这是全兰州条件最差的一家店 有一群他们家店会在外面 暂时来讲好像没有特别的经验 但是它的肉啊 要比我们在上海知道的好多了 第一次知道的 可能就是牛肉面的那个牛肉啊 是软的 上海就是那种干柴的 你知道吗 它就是那种软的Q盘 有韧性的那种 面呢 我点了大家推荐的二细 对我来讲好像有点点粗 虽然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吃有嚼劲的面条 我下次可能会点三细试一下 汤头的话 我感觉香料味没有那么重 汤确实会多那么点肉的那个醇味 面里面的这些牛油吧 很好吃 据说这叫什么 肉蛋双飞 蓝波尔的 有起飞吗 有起飞吗 啊啊啊啊啊 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先保留意见汗 下一家在皮肤做的比较 在兰州的生活体验 你找借口吧 是你找 打不到车 好 小小江湖 走啦 我在前方等你啦朋友 小心啊 我们要骑多少路程 骑12分钟 你开玩笑 哎呀 小高同志骑丢了呀 怎么办 小高同志丢了 是倒闭了吗还是关门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帮我解答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哦我在前面的 别笑 吓死我了 第二家 走吧 一碗面一个肉 一碗面一碗面 明明说了那是唯一一家在外面吃的店 想不到这一家里面就满了 然后我们就被赶出来了 这一家感觉辣子多一点啊 算飘着一层油呢 这一次点了个细的 这个肉没有上一家好吃 上一家的肉 虽然是有那种多汁的 不是干柴的感觉 但它至少会有弹性在 但这个就是软 没有什么肉的那种弹性的感觉 而且它那个调味也没有那么多 上一家的肉好吃呢 至少我知道了白剑墙的肉是好吃的 这样一对比 反而觉得白剑墙真的还不错呢 真的 我宣布 车轮站 白剑墙顺 第三家 这家装修好豪华呀 摩 勾 盐 哇 这一家的辣椒也给的好多 这一家汤的味道确实是最浓的 这一次我们点了一个三系 适中 三系正正好 真的正正好 这家面条我觉得最好吃 真的每家的牛肉 真的味道都不一样 这家的牛肉又会偏干一点点 虽然没有我在上海吃的那么干 但是是今天这三家里面就是最干的一家 就是比那个菊乐的那个牛肉有点好吃 我感觉可以排名第二吧是呢 白剑墙竟然还是我心中的第一名 今天完蛋了走了回头路了 我的天哪 第四家 哇 哇 好漂亮啊 哇 这一家汤看起来还是比较清澈啊 丹谷和它那个汤有一点点管 但是加了这个 花椒哈 还蛮香的 这个 这家肉哈 看起来干干的 就是看起来毛毛的 但吃起来还ok 还可以 它们家肉真的仅次于白剑墙 然后面也不错 汤也不错 整体水平我觉得 真的很不错 它真的可以排第二 没有想到 本来它不在我的这个 list上面 但是前面三家 因为吃的都非常的有名嘛 但是我就觉得还是挺一般的 虽然白剑墙很ok 所以就第四家我就打算说 哎 选一个名气不要太大的 反而我觉得这家不错了 真的 到达我们这次大奖赛的最后一家 蟹鹤经典牛肉面 并不是特别有名的 去试一下看 第五家 Go 最后一家 牛肉夹一个三鲜 这牛肉看起来不错 好想吃 这牛肉虽然软硬吃中 但它没有那股嚼劲 我就真的 之后再也没有吃到过 白剑墙家那个肉的质感 在嘴巴里有弹性的感觉 ok 我宣布一下哈 在我心目中呢 这次的蓝州牛肉面大奖赛 排名 第一名 白剑墙 这个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这个就是 说轻点哈 在别人店里说别人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现在还在蟹鹤家店里 而且蟹鹤家排名第四 第二名 金墙 非常的不错 是一匹小黑马 然后第三名是魔钩 魔钩盐 中规中矩 然后第四名是这家蟹鹤 他们家的汤有点咸 然后第五名是君乐 他们家的面有点糊 对 有点腻的 好 这就是我现在内心的一个排名 但说实话 除了白剑墙 能够给我有点惊艳的感觉 其他几家的水平 都还是差不多的 好啦 这次的牛肉面大奖赛 就先结束了 同志们 对不起行程有变 我们现在呢 又回到酒店啊 因为太早了 十一点钟 我们本来想说去中山桥 喝这个下午茶嘛 太早了 没有人这个时间去喝茶的 所以就等下先回来休息一下 我准备呢 就打个盹 好先这样 我先打个盹 下午茶滩见 我们现在全副武装 我们要做羊皮法子了 我有点点恐慌 因为过于原始的话 有的时候就是有点危险感觉 这就是我们待会的交通工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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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岸了 开始了我们在黄河之上的漂游之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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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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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拜拜 优优独播 终于喝上了这杯三炮台 每次OOTD 大家看到的都是美美的画面 但其实这背后都是非常的混乱 两个人就是不停的有冲突和争执 小姐夫的一个口头禅就是 我有的时候一生气 就想把相机扔到桥下面去 我真的怪笑 你不是想让你说你去一去 扛这个大炮 人群当中窜梭 我还有的时候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 最后被我气得想把相机扔到河里去 辛苦了辛苦了干杯 我看你也就是看在了我观众的面子上面 我看你也就是看在了我观众的面子上面 不然的话肯定不会给我拍的了 你以为是爱情吗 不可能的了 一店三连四十家 而且我跟你讲 我刚才做羊皮筏子的时候 把麦克风给丢了 我的麦克风 你干嘛抢我的孩子 我的麦克风丢了你知道吗 我那个小麦克风我刚买了三百多块钱你知道吗 好可怜啊 他就这样葬身黄河 我的麦克风赶一杯吧 送行 麦克风 好了不跟你们说了哈 我们现在就喝喝茶休息一下 哦不对你还要飞个飞机 好辛苦啊 我敬你一杯你不用喝 好我敬你一杯 到达餐厅 马老六 上菜喽 我们点了一个黄温羊肉 来一块带点鸡 看起来就很好 超级好吃 甜的 特别是有点肥的 就是那种肥肉香尖的 你吃到嘴里就是那种 羊香味 蔓延开你知道吗 超级好吃 它里面还有一种小面条 哇这面也好好吃啊 很心道 我还点了一碗酱水面 这个是 土著小伙伴们一直推荐我 他们说夏天 兰州人 就会吃这个酱水面 听说挺怪的哈 我们尝尝看是什么味道 我没有接受不了 比较稍微清汤一点 然后带一点点的那种酸味 然后是凉的 它那个汤是凉的 不过这个 这个没有说那么精面的感觉 但是可以尝试一下 你们人多的话 这个首家羊肉 我先开点一个赞 它就有给你送蒜泥 还有这种生蒜 这样子的话肯定好吃呀 没有理由不好吃好吗 真的非常的嫩 这个蒜是有调味过的 然后里面是有那种酸酸的 醋的感觉 本大蒜爱好酒来讲 这个酱真的是酒 如果你们人多的话 我觉得两种羊肉 你都可以试一下 但如果你人少的话 就看你自己的喜好 你之前吃过手抓羊肉 就是那种原味羊肉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黄焖 因为它那个调味 会更不一样一点 西北的酸奶 好吃 不过有点像我买的那个 金光灯亮的汤包 我们点的是胡萝卜牛肉馅的 想不到它的胡萝卜味 真的是很苦啊我的天 如果你不喜欢吃胡萝卜 你千万不要尝试 看你的外面的包子 烤得太好吃了 那个外面的包子真的是好吃 我可以不吃馅吗 馅给你 可以 那位小兔子都吃出来了 你看 天哪 历史总是这样的相思 那好啦 今天的旅程就先到这里 我们就等安安赶紧回家休息一下 明天再见吧 Good morning 二话不说 先来一个蹦 蹦 在兰州的第三天 今天终于睡了一个好觉 现在已经快十一点钟了 当然今天就轻松一点 跟着大家的攻略 去探索一下兰州这个城市 带大家吃吃逛逛 云旅游 我们今天要吃早饭的地方 就是叫做 啊不对是这一家 再回首 走吧 灰豆子 看起来很像红豆汤 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不吃红豆了 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让我有 不一样的感受呢 头感有一点点像红豆沙 绵绵的 但是呢 回味又有一点不像 没有那么甜 难可惜还不是 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酿鸡 它有点像那种凉面的感觉 好像就是麻将粮和酥油味的 他们店的一个招牌的一个肉饼 再回首 推荐推荐 非常不错 凉皮的味道不错 有韧劲 不会太软 辣子跟麻酱也非常的香 我觉得 甘醋的辣子 不是那种很辣的感觉 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 如果大家时间比较赶的话 我觉得来这里吃 还蛮 方便 我们的高大哥 去吃快餐了 他看到了他的快乐老家 他去吃快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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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你点了几个菜 12345 不多 工作餐 大家都一样呢 还是说 自己选的 自己选 我一看就知道 怎么可能大家吃这么多 大众像 去喝一个杏皮茶 拿着我们的杏皮茶 我们要去吃洋芋片啦 是这一家吗 错 我们要去 这里面 在这里面 OMG 像一个巫师店一样 大众我们现在尝一下这个杏皮茶 哇 好酸啊 有点那种 酸梅汤的味道 不错不错 我非常解腻 很适合我现在 饱到不行 然后还要来打卡的这种 情况 来啦 超级薄的一片 好吃 他的洋芋片就是煮的 不会太软 是有点那种脆筋在的 不过就还好 就是我可以想象的 那种洋芋片的味道 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个东西 糖年糕 还有辣年糕 先试试辣的吧 这个好吃 它里面会有一股油香味 就是那种猪油香味 个人觉得年糕还是扳回一举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它是甜的 叫糖年糕 哇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过来吃年糕 特别是你吃过一点辣的东西 然后你再吃这个 就觉得超级不得好吃 那白糖 另一会在嘴巴里 像跳跳糖一样 崩崩崩崩开 我们吃完这一顿 不能再吃了 要出去消化一下 打算去甘肃省博物馆 去考验自己的体质 我跟你讲这次是绝对不会闭馆的 因为我刚刚 在手机公众号上预约了 而且预约成功了 就是买票了 你懂吗 如果这种情况 它在闭馆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吧 OK 博物馆见吧 OK 顺利逛完博物馆啦 还是非常推荐的 而且就是零元 就是免费看 所以大家来甘肃的话 还是可以过来看一看 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呢 就是丝绸之路的那个展厅 也就是 甘肃博物馆非常有名的那个 马塔菲燕所在的那个展厅 这个展厅就 从它布展也可以看出来 比较精致一点 然后从展品的丰富程度来讲 也会比较多 博物馆之旅 顺利结束啦 我们现在去看看 找个地方 吃点小东西 喝点小东西啥的 毕竟你晚饭还有一段时间嘛 这样说起来其实已经挺晚的了 现在几点钟啊小哥 现在五点钟了 已经五点了是吗 太阳了 是真的就像中午的那种感觉 一两点的感觉 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去吃麻辣烫 很惊讶 这个东西肯定没有人推荐过吧 这个是有一个 小伙伴给我强烈推荐的 他说一定要试一下 因为兰州的麻辣烫 是不一样的味道 来来来 吃吃吃 走一走 试一下看麻辣烫 我已经叫他扫辣了 本来他还要浇一层那个辣椒油 你知道吗 后来他没浇 对 ok let me try 我跟你讲一点都不辣 我觉得还是正常的那个 麻辣烫的味道呀 在江州府那边麻辣烫这种东西哈 就小孩子吃的 我指的小孩子 我这种岁数的人 不会有少年纪的人不爱吃麻辣烫的 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可能太浓郁 太辣 太不健康 太不健康 maybe I don't know 在兰州 在这个店里 你就发现很多少年纪的人 虽然讲他们很老也不对 但是就是 跟可能跟我妈妈那种年纪的人在吃 就觉得蛮神奇 你知道吧 终于喝到这个胡萝卜素了 果然就是这个 跟他的包装特别的相符 就是那种劣质的那个 饮料纹 当然我们也看不起他的意思 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劣质饮料 就是完全用色素调起来的 对 我给他的辣味正好给我 哇这土豆好好吃 烤羊肉 Gama烤羊肉 这么多的签子 没有一根是属于我的 中国行的特色呢 就是闭馆 这只是我们安排的一个情节而已 而且我跟你讲 那个老板真超级搞笑的 他说他们另外一家分店还开着 我就问他远吗 他说不远 你就去街对面的公交车站 坐118路公交车 到终点站就到了 我听了就惊了 你知道 我要去对面看一下到底有几站 118路 现在我们是在这 他叫我做到 终点站 又找到了另外一家 烤羊肉串的店 必须吃到不够 走 绝了绝了就这样绝了绝了 就是兰州的这个羊肉串就是 不招待我是吧 好我走 我走 能中多少最多 最多的 那150万一定要 150万 那我就来个150万能中哪个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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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童子们现在是7点钟的兰州 这个天 拜托你看这个天7点钟 你看看 这就是阳光 这就是蓝天 我们又来到了镇宁 就是为了吃 有 奴司 先来个餐前小甜点 烤梨 就有一股烤地瓜的味道 就清爽版的烤地瓜 你知道吗 你以为这是地瓜 烤梨呀 牛奶鸡蛋牢骚 在镇宁路上 有非常非常多家老马牛奶鸡蛋牢骚 但是呢 据兰州小伙伴跟我讲 正宗的那一家老马 他已经搬走了 搬到兰州老街上面去了 所以 这些都是冒出来的 但是牛奶最爱牢骚这个东西 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哇 哇 淡酒的味道 淡酒的味道 好香哦 淡酒它是没有牛奶的 但是这个就加了牛奶 就会更香浓 因为我是 很重度的这个 牛奶爱好酒 这个真的是我的菜 而且它上面撒了好多芝麻 真的超级香 哇香味十级 鸡汤 非常非常嫩 超级嫩的肉 一点都不撒牙 大家对于好的羊肉串 所有形容词都可以形容在西别的羊肉串上面 真的非常好吃 胡辣羊鸡 我真的超级想吃这个菜 它那个质地是鉴于猪蹄和鸭爪以及鸡爪之间 厚度是刚刚好 但是没有什么羊味 就是不单单是没有山味 它也没有什么羊味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是调味比较重的原因嘛 我又要尝试烤腰子了 我跟你讲 我的天 像在上海 尝试一次 翻车 真的超级超级新味 一点都不清 真的很好吃 一定要尝试讲 这鸣路上面最值得吃的两家店 一个就是放哈的奶茶 还有一个就是有鲁丝的烤肉 我觉得这家真的蛮推荐的 因为你又可以感受到那种气氛 但它的东西味道又很正宗 所以就非常的棒 我们回到酒店了 然后还收到了一封信 超级可爱的 尊敬的女士 您好 房间已为您打扫 过程中我把您的化妆用品用毛巾垫起来了 这样就干净一点 如果有做的不妥 还请您见谅 看您电脑没鼠标垫 不方便 特放一鼠标垫 祝您身体健康 工作愉快 我天哪 这太可爱了 赵丽呢 也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一次的兰州之行 首先我想说 兰州 你真的是 让我吃的最饱的一个城市 长沙第2 明第1 真的太饱了 肉加 碳水的这个结合 简直就是像泡弹一样 袭击着你 真的非常非常的 扎实 然后就是一定要在西北吃羊肉 真的羊肉真的太鲜美 太好吃了 非常推荐 当然除了牛肉面 还有烤肉以外呢 兰州有很多这种小吃 我觉得也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次我真的是 有打卡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这个大家推荐的这些美食哈 我总结一下原因就是因为我这次没有特地非得追求哪一个店吃哪样东西 就有些店它可能也有些小吃类东西我就会在那个店顺便就打卡 因为我觉得其实尝起来味道相差不会太大的 对于我们游客来讲 方便很多 真的是效率会快很多 然后兰州的交通 我是有看别的博主吐槽过 就打不到车 那我跟大家分享我的方法就是用高德地图 然后你想去哪里搜索那个目的地之后 它有一个打车键直接可以打车 它是联合了很多的其他 比如说什么曹操出行啊 班马呀 什么神州注册啊 以及其他很多我连叫都叫不上名字的一些平台 我用下来还是挺方便的 基本上都能叫到车 在兰州的话 你如果有看到空车 你伸手去拦它都是会停的 这一点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有人情味 我很喜欢 非常棒 我们在订期票的时候就看了那个天气预报 竟然作为一个大西北的地方 一周七天全部都下雨 在等我们上飞机的那一天呢 有几天转多云了 OK 形势走向还不错 到了兰州之后发现 一天雨都没有下 甚至最后一天还开出了太阳 真的觉得这一次真的 运气爆棚了 而且兰州的天气很凉快 15度左右这样子 所以你来兰州一定要戴外套 甘肃呢也是 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 其实以后还是会享有更多的机会来看一看 最后一个环节 诶 你们猜到了吗 那这一次呢 我不转盘了 要把下一站中国型的目的地 这个决定权交由你们手上 来 Ambition的微博 这一条视频下面 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 你想要我们中国型去的地方 点赞最多的一个城市 就是我们下一站的目的地 加油加油哈 点赞起来哈 不管哪里我都会去的 多远多近哈 多小的城市 我都会去 所以就是大家加油哈 当然也不要忘记 一键三连给我们的安利中国型支持一下 OK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开心 我们下次的中国型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